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星期的流行 哇哇哇 我是赵玄印 近几年呢 自彩虹蛋糕开始流行起来之后 其他种类的彩虹美食随之盛行 商家在用色方面越来越大胆 看似是在搞噱头 但是其中一些本地美食 也是成功地获得了消费者的支持 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跟着记者蔡右侠 去发现一些在本地新推出的彩色美食 位于乌兰19工业园的这家咖啡店 其中一摊售卖印度黄煎饭的摊位 因为推出了彩虹色的印度煎饼 而在网络上放红 36岁的创办人之一 马哈表示 一开始推出彩虹印度煎饼的时候 不少人还以为它是在恶作剧 不相信有人真的会做出彩色的煎饼来售卖 他后来将七彩印度煎饼的照片 上载到网上 成功地引起了人们的好奇 照片随后就在网上疯传 至于在味道方面 每一个售价为一块半的 无馅料彩色煎饼 与一般的印度煎饼的味道 其实没有什么分别 但是搭配彩虹煎饼的猪肉咖喱 却比一般的咖喱要浓郁 别有一番风味 摊位的菜色大搞创新 比方说以猪肉烹调 印度黄姜饭和印度馅饼 在本地就十分的少见 另外摊主也用华人炖汤常见的乌鸡 来做黄姜饭 周末也有豪华版的菜单 以龙虾来搭配黄姜饭 菜色力求大胆创新 不少人看到彩色印度煎饼的 第一个反应就是里面 一定有很多的色素吧 想尝鲜却望而却步 被子叶者有什么回应呢 叶者也表示对于现代的小贩来说 求新求变就是为了迎合市场的需求 马哈认为对一些顾客来说 吃东西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 而是追求难忘的用餐体验 如今的餐饮业者擅长制造话题 不过不少美食只是流行一时 食客只求尝鲜 尝过一次之后就不再光顾了 那么业者也清楚地了解到 食物的外表特别的菜色 一开始却是能够吸引人的注目 但是顾客要回头的话 商家必须要下一番苦工才行 业者虽然开业仅仅两个月 但是对于菜色充满了信心 计划扩充生意 再开一家新的餐厅 另外一款由本地业者研发的 彩色美食最近也在网上爆红了 业者将东南亚常见的腊染 也就是Batik的图腾 画在了蛋糕上 为稀释的瑞士卷增添了地方色彩 这不是地毯 也不是腊染布 而是Nura亲手制作的腊染瑞士卷 33岁的Nura原本在跨国公司上班 不过他从小受到妈妈的影响 对烘焙很有兴趣 于是在去年开始了 售卖手工蛋糕的网络生意 这些美丽鲜艳的蛋糕 照片一放上网 就很快地引起了关注 也得到了本地美食博客的好评 网民纷纷表示 蛋糕美得让人不舍得吃 也有不少人好奇 精细的图腾是如何烘焙出来的 那随着网络的力量 Nura的蛋糕随之畅销 每个26块钱的蛋糕 在最热卖的时候 可以卖出800个 Nura表示 在日本和印度尼西亚 也有类似的绘图蛋糕 她以两地的产品为灵感 再加入自己的创意 设计出了特别的图腾样式 就创作出了一系列的腊染蛋糕 Nura说每一个蛋糕上的图腾 都是手工绘制的 而蛋糕的包装 也是它DIY的 比起工厂大量生产的产品 这类富有手工质感的美食 得到越来越多 追求个性的消费者喜爱 业者也认为 腊染蛋糕之所以会受到 网民的喜爱 就是因为蛋糕的颜色 非常的鲜艳 够抢眼 而要配出这些颜色 其实很不容易 腊染蛋糕在海外也开始闯出名堂 Nura就曾经遇到一些 来自瑞典 澳大利亚和日本的顾客 虽然只是一家小小的网店 Nura也提供跨国送货服务 将蛋糕送到邻国马来西亚各地 Nura也说 这种与物流公司合作的送货方式 在本地不常见 但是却十分的有效和方便 而邮费是八行元起 另外Nura最近在婚后 也搬到了澳大利亚居住 她也希望有一天可以在澳大利亚 推出这款富有本地色彩的 腊染蛋糕 彩色的美食看起来 炫目拍照起来也特别的好看 看来在本地应该还会再流行 好一阵子 不过业者也纷纷认为 食物首先一定要好吃 不然再漂亮再抢眼 也无法长久经营 好了本期节目就先播到这里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吧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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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